除了求问先贤 您在离骚当中 还上天入地 见了很多人 您的这篇离骚啊 文采之华丽 想象之丰富 情感之真挚 灿烁古今 叹为观止 成为了处词当中 最具盛名的代表之作 堪称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 过誉了 但是 您在离骚的最后 这样写道 既莫足语为美正习 无将从彭贤之所具 我们在后世 每每读到此处 总会善然泪下 贤大夫 彭贤 是我人生的楷模 我对她 是十分的倾慕 我可以 用生命去追随 祈祥 彭贤大夫 庞贤大夫 恒贤大夫 这是你 我是楚大夫 屈原 拜见藤贤大夫 这么多年来 我多次在梦中见到您啊 我以忠言劝谏君王 而他不能采纳 我因此被放逐来到这里 我想请教您 一定要坚持高洁 哪怕是落到 这样被放逐的下场吗 许事皆拙 我独庆 众人皆罪 我独行 怎么能因世间泛起啄流 就同流何物呢 心目者必贪官 心欲者必真一 对 不能让洁白的身体被尘埃沾染 我宁可跳进江流 葬身余福 亦于心智所善兴 岁九死其由未毁 云七祭以耻辞成细 来无道夫 先入 横贤大夫 若我不能实现愿望和理想 我愿意生命追随您的步伐 我愿意生命追随您的步伐 我愿意生命追随您的步伐